蝦隊好有個火雞姐了 我想說 Love 和 sex 其實是很 common 是一樣東西 個個成年人都會有 sex 的 Sex 是 Love 裏面其中一個元素 那說明先 如果未成年 未夠十八歲的就千萬不要做這件事 然後回到正題 看 sex 如果怎麽可以進步 除了看書 或者上網找技巧之外 可以看 AV 是不是 看 AV 是ok的 男同女看 AV 都沒有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這次我會拍片講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看 AV 看上腦 就在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特別是如果有些男生看 AV 看上腦 然後要每個女生都好像 AV 裏面的女主角 或者要求女朋友去看的每一套 AV 裏面的女主角 就是這麽大的問題 所以我這次有這條影片可以拍到 告訴我給大家聽 有些事真的好頂不順的 我自己是女生 我的朋友都是女生 所以我當然是用女生的角度去說 頂不順男生的一些行為 如果有些男生看到這條影片 覺得很想平反的 留意告訴我火雞仔知道 我拍一條影片 是幫你們男生平反說一些 如果有些女朋友看 AV 看訊號 去要求你的男生做一些很無理的行為的時候 告訴我 我幫你拍一條這樣的影片 所以我這次就說 我們女生頂不順男生有什麽的行為 第一件事就是男生經常都要拼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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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女生的身體是自然的 有些人淺色有些人深色 你不可以說我們不是拼臉 然後你就埋怨我們不喜歡我們 我又不喜歡 為什麽你 我我我我我我 為什麽你的嘴唇不是綠色的 我很喜歡綠色的 你不能這樣的 是吧 最弱的就是我第一次的女生朋友 她的男朋友說為什麽你不是拼臉 然後她問可不可以用粉紅色的螢光筆 又拼她那邊 你什麽傻了呀 你什麽傻了呀 怎麽可以用螢光筆的方式 是有了 我們的私人部位到 你是不是要你自己追求拼臉的欲望 令到我們做一些損害自己的身體的行為呢 所以我的頭很ridiculous 拼不拼不就算了 你是拼和不是拼差幾多隻 所以我覺得男生一定要記住 不會是個個女生都是拼的 OK 有一次呢 我的朋友和她男朋友呢 搞事的時候 在這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位置的時候 我當是現在最重要的動作 突然間男朋友停了 那女生朋友就 BeeBee你做什麽呀 男生在這麽 那個男生說要玩時間停頓 AV慢很流行的那些 突然間時間停頓 然後那個女生那麽 那麽那些的 但是那個男生就無端端自己停了 那個女生重要的班頭 男生無端端停了 他就卡住那個位置 我那個女生就看著那個男生 BeeBee你還要停多久呀 那個男生在這麽不說話 三分幾鐘呀 什麼瘋子呀 你要時間停頓你都說聲呀 喂 你要跟著那些AV停頓都算了 你可不可以選時間來時間停頓呢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我問我的朋友 你瘋子一巴掩下去做什麽 你停在那裡掩下去為止 我的朋友說不行 我怕我男朋友很生氣 時間停頓你要玩 你都玩些好時機 不要在大家都做 最慾緊的時候 你都來時間停頓 然後呢 就是有一次了 我的朋友 我男朋友說要玩SM 不是 那些皮鞭回來啦 我的女生就說OK啦 他又穿得好像很SM的感覺 這個男生就說 那我們玩SM 那當然好啦 那我的女生當然沒有預期到 原來他的男朋友 真的會當他是一個被SM的弱對象 他一下FIT下來 FIT到我的女生的屁股 損了流血呀 我的女生就直接哭了出來 當場 他立刻打給我 然後我說你做什麽 他FIT到我流血 我心裡是不是瘋子呀 這些男生可不可以 不要太興奮你玩SM 你要記住是一個Cosplay來的 你不是真的要用條鞭打死你女朋友呀 FIT到她的屁股損了之後呢 他用了很久的時間哄我的女生再玩多一次啦 然後呢 他就用手扣 哭著我女生的朋友 哭了是不是呀 玩啦 進行了整個過程玩完了 他不見了那條鑰匙呀 我女生的朋友不知道做什麽 用手扣 哭了在床上 沒有找不到那條鑰匙呀 最後要怎樣呀 最後要找些東西壓爛了那個Cosplay 就是你要玩SM 你可不可以 真的要小心一點 女生的身體來玩 還有你要玩那些SM的工具 你可不可以有個扣 你找一個鑰匙呀 然後就是什麽 很喜歡玩高難度動作的那些男生 不要緊呀 但是全體系你要有能力支撐到的嘛 他說要玩高難度的動作 都好呀 不要緊呀 單手扣起我嘛 OK 沒問題呀 你講錯就跟你做吧 是吧 他單手扣起我 但是他不夠力 他整個搭了在地下 我好像一條魚一樣搭在地下 那不是說 你想玩高難度的動作 男生一定要注意 你們看AV裏面 看到那些男主角 好厲害呀 人家真的有能量支撐著他 玩不同的姿勢不同的 看他有力量 他補護那位女生才做的嘛 你不要整個人 帶了整個女生住地下 才行的 你知道行上的姿勢 你自己還不做到的嘛 我不是真的 從公尺掉到低 那個一聲 打走下去 多痛呀 我們女生可能都 為了過程開心一點 都學問說一問吧 說一下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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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會說幾句的 但是有一次 他要我說一段文章 其實你不是當中我一個日本人嗎 我怎麽講到一段文章 我要進行一個我很開心的一個過程 其實我自己都要享受的 你怎麽搞到我有壓力要去背文 不如我去日本 我不如考考日本的那個史 你看看日本AB不要緊 但你不要要我們跟日本的女優 一模一樣的說到一模一樣的事 做到一模一樣的行為 上次就只有一些人問 你可不可以有那個女優的表情 那你不如去日本飛去找那個女優 很誇張 學那些AB情節都不要緊 有一次我的朋友 他問我男朋友要學那些AB情節 要拍下回去 因為他看到AB裏面 男朋友跟女朋友進行那件事的時候 你會用電話來拍他 但你要back to normal 我的女朋友不願意 然後男朋友這樣跟他吵架 喂 不是你想拍就要給你拍的 要尊重你 我告訴你現在跟你這樣女生 如果你的男朋友說要跟你拍 你任何性交的過程 你如果要保護自己不願意的話 你是可以不拍的 我告訴你 不是他為了做甚麼 你就一定要做甚麼 你要保護自己 知道嗎 不想拍就不拍 我有個朋友 對 我有很多朋友吹 玩捆綁 是不是聽到 你有沒有知道我想說甚麼 捆綁 真的是捆綁 他捆綁你的手 捆住頸 叫我的朋友 拉緊了一點 他拉了死裂 我的朋友這樣 被他困住這個位置 再困住後頸這個位置 索了死裂 他不懂解釋 三個字 出到我朋友吐不倒氣 你知道嗎 我跟我說的時候 好心啊 你要玩捆綁 你真的去上課 你知道現在街邊嗎 不是外面街邊 好像廟街街邊 外面有課台專教捆綁 承索的 你們要玩這些東西 不要那麼危險 綁這些 可能會有心理危險 你要玩這個主題的 麻煩他學完才玩 男同女都是 OK 現在那些男生 看得到AV 看到那些女生 可以好像噴水那樣噴水 就會問她們的女朋友 為甚麼你不可以 像別人那樣噴水的 你當我們女生是甚麼 音樂噴泉嗎 打燈啊 不如加一些 幻彩靈香光 加一些燈光的音樂 我示範的音樂噴泉給你看好嗎 有些人是可以做到噴的效果 但是有很多東西裡面的情節 其實是有東西放在裡面 其實不是你看下去 是這樣的 不是各國女生 都會好像音樂噴泉那樣給你的 瘋子 我想說 為甚麼不會噴 為甚麼不會像別人的女生 那麼多水份那麼深 因為那個是一套拍出來的東西 你們甚麼時候才知道 AV裡面其實很多東西 都不是真實裡面 可以一模一樣做到的 你要看音樂噴泉 我每晚晚上八點 跟你沾沙咀海防文化中心 那裡看環採泉香港 就行了 我可以倒水到你的臉上 好嗎 BB 你可不可以扮動物 日本裡面的那些女生 就算不是扮女僕 都會扮動物 你扮一下貓 不要緊 你都可能叫我扮貓 她問我可不可以扮一條蛇 怎麼扮一條蛇 就是我這樣 是不是想這樣 是不是想這樣 我真的覺得很荒謬 有時候有些事 你都要實際的想到 可不可以扮 我不如我扮獅子 又不見到像獅子老夫那麼威猛 又強而有力 又接受 又高朝起伏 像唐老鴨一樣 這樣 我看AV看上腦都很誇張 還有一隻我的朋友 她說我男朋友 好像很喜歡看AV 特別癖好 有些AV只是玩腳的 玩架子底的 玩半個小時 都是對著我架子底 我就問我朋友 她怎麼玩你的架子底 玩半個小時 我女朋友就說 我回到床上 她的手 然後對著我架子半個小時 對著我架子半個小時 我不介意這些癖好的 或者男朋友之間 很開心的 玩架子底 都可以玩一年 但我自己都會覺得 這樣 男生都很開心 除非女生都覺得 被人玩架子底很開心 否則女生是有甚麼要做呢 半個小時 被你對著我架子底 對著有什麼 或者玩腳 腳趾尾的 又玩半個小時 對於這個女生來說 其實 我不像 所以我不是我的女生 我都不明白 就由她繼續玩 所以最後最後 有一次 我的朋友 被男朋友 剪掉了內衣服 然後我就問我的朋友 你內衣服多少錢 整套都買了一千多的 你們要剪掉 你們的女朋友內衣服的時候 可不可以 告訴那個女生 我可以穿20元的胸圍給你剪 整套 整套的貴族PK的內衣服就剪掉了 最後一件事是甚麼 每個男生看完AB 都會覺得自己是家庭英 以為自己家庭英就那麼厲害 然後 他們就會嘗試模仿我的手法 但其實 如果你沒有找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或者你不是很了解 你就像家庭英那樣做 其實是會弄得我們女生很不舒服的 就是你找一個正確的位置 我反而就是 如果他做甚麼 不懂做 然後又在亂來 其實是會弄得女生很不舒服的 她的臉又弄得紅了 根本自己又沒那麼快 要剪得那麼紅 她的手根就突然抽筋 最後做甚麼 最後好像是甚麼 她突然大喊慘叫 她說她抽筋的時候 所以我也是說 看AB看紳號是一樣 很危險的一件事來的 雖然我明白 我的女生看行劇 經常都會說 BB 男朋友跟男朋友說 你可不可以好像行劇裡面的男主角一樣 所以我不是只說男生有問題 女生都有這方面的問題 不過女生就很少要求 男生可以在AB裡面 好像男主角一樣 而是他們會好像 要求另一半 好像行劇裡面的男生 這樣對待他們 男同女主重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男同女其實也有不好有好有不好的地方 這次我在類型的角度 說了一些頂不信男朋友 或AV看上去的一些行為 我想現在你們每個人看我的影片之後 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你們的經歷是甚麼 或者男生有平反有話想說 你們有些女朋友都很變態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雖然love和sex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請各位看我這個影片的朋友 如果你是未夠18歲的 記住要成年才可以進行性行為 OK 雖然香港的性教育制度 或者性討論的開放程度 未是很多 但是不代表我們不可以討論這件事 只不過有一個正確的思維 和有好的人去教導你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夠18歲 就好好地學一下專練一下 特別是男生 看還看AV 不要看上腦 要求女生好像AV裡面的女主角一樣 你看看 未夠18歲的 儲固定知識 18歲滿了才好 才好進行這件事 知道嗎 然後你就去到新的境界了 OK 我不說那麼多了 我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OK 記得留言告訴我 告訴我甚麼 告訴我甚麼 告訴我你的經歷 不說了 拜拜 咦我的天啊